行情卻是金金漲 为什么 当指标在超买过热 行情就是不跌的时候 它一定有原因 那这个原因是在谁 是在外资身上 您的这个动化是在 KD80以上叫动化了 就过热然后停在这 它超买跟过热阶段 照道理说它应该拉回修正 或是持续的缺口往上走高 可是在这边它居然出现说 缓步灯这个缓步的电高 可是指标就在那边 交叉交叉交叉平行的动作 就不做修正 这个就叫动化 这是大盘拉回的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更清楚了 第三个原因叫做负背离 过去我们教过各位 MACD它叫平滑一同平均线 它是一个中线的指标 当你看到MACD股价这样下跌的时候 MACD柱状体是由负值交叉 往正值的时候 通常是一个大波段 它是中线指标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阶段当中 MACD开始转正的时候 它是一个中线指标 那现在呢 一般我们来讲 请导播把那划掉 一般来讲 当指数过高的时候 MACD的柱状体 它一定要过高 它一定要过高 如果历经了两到三次的 所谓负背离 在上面叫负背离 在下面叫正背离 那如果在上面出现两到三次负背离 它告诉你说 我短线高点不多了 我要做拉回修正的动作 确实你看 感谢肯虎大哥 你看这个价格有没有 这个价格高点平往上电高 在前天都是这样 结果呢 这个MACD指标的质状体 竟然是往下微缩变小的 这就是背离 好 而且我计算过到昨天为止 MACD总共出现第四次背离 过去通常三次就拉回 可是这第四次 所以这方拉回 现在拉回两天了 对拉回两天了 好 那这个点数大概从8757到今天低点 大概已经跌了125点 好 最后一个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关股在卖了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一波外资从10月15号开始 连续9天 1天2天3天4天5天 再看第二张表格 它连续9天 只有昨天是小麦 今天这个稍微再增加一点 可是它总共买了535亿 可是你看关股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10月15号来看 关股的卖超市 9.5亿 9亿 15亿 19.2 负9.2亿 沿路卖 12.9亿 再下另外一张表 你看它沿路卖 而且是越卖越大 对 那这种情形就产生了 而且它特别的 葵大哥 昨天我跟大家说 就以前关股行故事 外资买 它卖 对 然后外资一卖 它就买 对 就这两天 它外资卖了 它没有买 还是在卖 对 我想政府在未来的1月中旬 它必须要做三件事 过去我跟各位讲过 第一个 它其实在股票拉高的时候 它要制造滚量的动作 那也要负责 把国安基金 在这波护盘资金 想办法退出来 当他们退出来的时候 它却告诉你说 国安基金来无影去无踪 所以嘛 这就是我上次 想要帮观众朋友 再细问的 明年的1月16号 要总统大选 对 就算呢 它说护盘基金 会在场内 hold住整个的市场信心 但是绝对不会做到 明年的1月16号选举的当天 那应该会做到什么时候 两个礼拜前 过去的经验 两个礼拜前全部跑光了 那就是12月底 以前一定会close掉 几乎都会跑光了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 很多的东西 其实这一波 你可以看得非常明确 它是法人盘 懂了 我敢跟各位保证 如果当时官股在这边护盘 国安基金是50多亿 其实要跑早就跑光了 对 那大概你就要以一个 未来是一个 重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 对 或者重回基本面去看待 好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说 这个盘的拉回 大家可能不要太过担心 为什么我这样讲 第一个 在过去上涨的过程当中 各位盘式拉回 如果是一个空方反转的讯号出现 你要担心 那那个时候比如说 假设你看到是量滚量 法人退场 融资大增 那个是收黑K你要担心 或是说那种开高走低 收最低收一个去黑K 然后或是说在这边 开高走高收最低 留上影线 那叫做所谓的一个墓碑线 那个就要小心 可是这波你看 几乎主导大盘的方向 全部都在外资的身上 那因此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融资的角度 它是告诉你散户在高的地方跳进来 大盘修正的 它就是说你忍耐不住高档丢给你了 可是这地方你也不要担心 因为还在蓝针阶段 同时要提醒大家重点是说 接下来外资期货的流伤口数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外资如果一旦翻空 从过去的历史 它的融资那时候快速的会转空 这是第一个讯号要提醒大家 第二个 如果外资还是维持 大买小调节 大买小调节 那这个地方大家都不要怕 所以它还是一个法轮盘 那有拉回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从事一个做多的动作 好 接下来告诉各位行情的高点 波段会结束在哪里 这波拉回在哪里 好 注意看 我过去跟大家讲过 即使从8757这个地方的拉回 它只是第四波的修正 将来还有一个第五波 那这地方很清楚告诉你 未来拉回有两个转折点 一个是在黄金分割率0.5的位置 一个是在黄金分割率0.318的位置 这个地方会做第四波的低点 然后再迈向第五波 第五波我上次讲得很清楚 它的高点会落在8900到9000 目前黄金分割率从7203 它的一个所谓0.618位置在8939 所以这一波的满足点叫8939附近 可是我看你这个低跟低万 回港附近大概是8600一个低的关卡 另外一个是在8300一个低万的关卡 所以8300跟860就要谨慎小心一下 对 就说8600跟8300 我们就要试国际情况的决定 来看它能不能转折成功 但是未来的高点 那一波的高点到这地方 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蛮符合的 因为现在的半年线也正好在这 所以大家很多人说 这一波的波段满足点到半年线 大家应该格外的特别注意 好 感谢葵谷大哥 一开始大家最关心连续两天 黄金转弯了往下 是不是要做头 然后不再上去了 他完整各层面 希望您听得懂 可是他刚以再的交代 法人盘 所以法人的动作 期货 选择权 格外重要 他有没有缩手 有没有络跑 先赶快报告 明天日子很重要 新加坡摩台指10月份要进行结算 先来看多单 台指期11月份的进口数多单 今天果然是大减的 请小心 少于一万八千口 少于两万口 这是警讯吗 再来这个价差 逆价差扩大 明天要结算的摩台10月份合约 看一下价差 看未来不重要 明天他就要结算了 基本上他应该要贴近现货 逆价差要靠近平零 还有一大点的逆价差 我口头报告 11月份摩台是看未来的 11月份的逆价差是负的 0.7大点 所以这个行情 外资准备要落跑了吗 请小心吗 这是一个讯号了 会不会有变数是我担心的 再来看一下选择权 选择权今天看 特别了 正向发展 涨的买权再增加 低的卖权再做减少 所以这又是正面了 外资二卖 我刚刚稍微做一下预告 不用担心了 可能是卖不多 我不知道 鼠方会给个答案了 借券吓死了 今天借券超过了1 不是人力银行 是金额 111亿元以上的借券 前五大我们待会会再做一点补充了 全部都做出来了 借券我交给圣洁 先解决台币也做个报告 如果外资金真的要落跑的话 台币是会贬的 果然你看 小贬的一番收在32.686 量7.07亿美元 鼠方要不要担心 外资赚保了落袍多担减少 明天结算完之后 糟糕行情往下请问 其实就目前而言 刚刚我们葵国大哥讲的 短线上的问题 它的确是存在着 但是中线上的KT值并没有背离 所以中线的大反弹 我们并不能够确定它结束 可是瑞涵谈到一个重点 明天摩根即将进行结算 它产生了逆价差 但是它这个问题是来自于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我们发觉 新台币在最近的升值 盘中的升值 没有再升破了一个高点 讲对了 上次升值盘中 升四角五角三角 现在都升两角上下而已 升幅在做收敛了 对也就是在这一次 之前我们说过 这一次的外资 是来自于对冲的货币基金 那这个时间 如果新台币 没有办法再度的升值 它对台北股讯呢 基本上它做到的意愿 就不会像当初这么的强 那第二件事情 这也是这一波里面 有起来我们发觉到两天 外资呢 持续的在现货市场上面 它是形成小卖的 然后在期货市场上面 也是多当去做减仓的 那配合到我们说 你即将要进行结算的摩根近月旗帜 你只有拉大正价差 你才有拉高结算的可能性 你现在是呈现了一个逆价差 那就代表台北股讯呢 明天里面 至少外资在今天里面看 它并没有拉高结算的企图形 它叫做顺势结算 那现在里面我个人认为呢 在这个时间点 明天的台北股讯呢 可能还是一个整理的格局 除非盘中摩根近月旗帜 拉大正价差 才有机会在尾盘拉高结算 如果明天的盘中摩台的 10月份或11月份 尤其应该11月份 它拉大正价差 因为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 我把它揣测多问 假设明天看到的 11月份下格合约 重头大戏的摩台 拉大正价差 是不是意味着 10月份 它不等下午一点半结算 它提前把多单 转仓到摩台11月份 那行情就不会那么悲观 是吗 是的 OK OK 所以这个时间点 就是完全就是看 明天的近月旗帜 正价差 盘中能不能拉大 如果没有办法拉大的话 我认为它就是说 我的获利就已经这么多了 我毫必拉高结算 我就用收盘价里面结算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感谢很重要 明天要看 不是结算的那个合约 要看11月份的摩台 所以明天集中跟贵买 可复杂了 两大市场我怎么办 宇哥做点补充 因为贵买真厉害 半年线还站稳稳的 而且今天盘中还在过高点 可集中就不理想了 连接两天没过高点 集中贵买 现在依旧是小股贵买市场 最重要吗 结算是集中市场 跟贵买一点关系都没有 确实 那这一次你看贵买 我们时间稍微长一点点跟各位讲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它都沿着这个五日线 黄色那条线走 来我帮大家换一下 于哥的五天 曾经一度跌破一点点 对 五天平均成本线 对 可是它跌破那五日线线之后呢 三天就回去了 对 三天都站回去了 所以这个格局来讲是多头 我们只能讲说 我们从量跟价的结构来看 我们看下面那一栏那个量 请问各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没有看到量是慢慢变多的 宇哥啊 贵买的量 竟然是价长量增配合刚刚好 集中的价量竟然是价长量缩 葵谷大哥提到的背离 所以现在价量配合 漂亮的是在贵买 厉害 漂亮 厉害的是在这个贵买 OKOK 漂亮在什么 在八仙过海 各显生通啊 今天外资跟投信 对于贵买的一个人气股 几乎我看一下 都是在大幅度买钞 哪几大类呢在贵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举几个例子 今天外资跟投信都买的 最新的 同亨5490 这个股票才厉害 我记得两个礼拜之前 我跟各位讲 小心 它是空头股票 哪知道 千算万算 这个机关算镜 从空头变成多头 就真的是厉害 你可以看同亨这档股票 本来季线下半 现在变成六条均线 都是往上扬 今天都是持续呈现买钞 再来另外一个铜 叫铜制 敬广告 最近流行铜是不是啊 我们回到现场之后 问一下 今天呢 宇哥一带 我才发现还真的 那以后简单了 反正遇到了结算 我就不要碰集中 我就做小股就好了 现在的小股到底谁当家 自然要结算钱 结算是拿集中市场大盘 衍生出去的起货商品 那当然 那我干脆结算钱 我就专心转到 那个OTC小股来做 可不可以 结算之前暂时避开 跟指数有相关的 对啊 免得落入外资陷阱 不要做大的做小股 个股 OK OK 那OTC的股票 我们看最近法人有在买的 强制 就是从我们刚才看到 像大盛 同互 同贡 强制 今天涨停了 简车领主件的 200多块股票 致要给你创新高 对不对 250块五毛了嘛 这个OTC的杰坐 所以我想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还有一个族群很厉害 游戏族群第三方之父 赔钱什么网龙 志冠 橘子 你看5478志冠 8044网家 Oh my God 最近还真的My God 这个低档补长的 你看最近OTC都很厉害 看本益比根本没有本益比 因为赔钱没有本益比 但OTC真正的主角在什么 生计族群 今天问一下 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之一 蔡英文她说 她在生计领域当中 会更加的推动 北中南都要这个 再加上今天她宇昌案获胜 但是我们讲 未来不管蓝或绿 谁都一样 能够避开红色供应链威胁的 不是电子代工 而是生计族群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放在心里面 国民党在生计领域其实也琢磨很多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样 所以因为今天报纸有刊这个消息出来 所以各位一档股票 你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像今天 像联合跟邦特 这个我持续跟各位有做介绍 因为做医材的嘛 那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 我们人越活越大 那个膝关节宽关节不是都要换吗 你看4129联合今天是不是涨停板 枯落变不起来就是那个关节问题 枯落变不起来就要换 对不对 那邦特也是一样嘛 这个喜胜的一个商机嘛 但是真正重要精神指标 在4174后底 OK 我跟各位讲 生计指数从去年的八九月往下掉 它修正接近一年的时间 去年标的最高的一档股票 市值最高叫做基亚 现在有没有起来 现在还没有 可是4174号顶 股本17亿 可是你注意到说 它现在的市值已经突破700亿新台币 已经超过去年标涨的基亚 它是生计股里面现在的市值王 超过精华光学 所以未来你可以看到 我们把那个下面成交量 这个放成法人外资或投信 你发现其实未来法人来讲 会以这档股票当成追踪的这个标的 外资买了两个月 因为它是市值最高的生计股票 OK OK 所以这个绝对是未来法人 会琢磨的这个交流 所以生计股来讲 是占整个OTC里面 权重等于说最大的一个族群 那我操作补问一下 如果短线上 它真的涨得比较高了 我要追吗 还是去找同一个族群 大家也有前瞻性 它业绩也不错 但它比较偏落后 我去买这个呢 请问 讲得非常好 OK 因为像这种股票 生计股 你千万不要在大涨的时候追 对 它可能会整理一个一天两天 但是慢慢慢慢趋势来讲 它是只要是向上的 你只要拉回 我建议大家 就找指标股去做介入 我觉得这样操作来讲 可以保护短线 又可以有长线的这个安全 好 感谢宇哥 然后先把这个交点 放在小股当中 贵买的一些的人气族群 分享一下了 为什么要说小心 因为如果外资 给你突然买买买 后来卖了 转卖了怎么办 你看今天 会吓一跳那个借券 怎么会瞬间 以前 大概有连续三天时间 借券蓝色的棒子 都在60亿元以下 今天增加了快要一倍 借券比较多的个股秀 给大家看 圣洁 我们要不要担心 我想大家看到借券金额创高 大家可能觉得说 哇 吓一跳 是不是外资准备要去 借券来卖出了呢 基本上我觉得 借券金额的增加 它是代表怎么样 它的风险意识提高 因为事实上 如果你看大盘来讲 它这一波涨幅也不算小 涨了1500多点怎么小 对 而且重点是什么 外资它期货多单这么多 它也会怕嘛 所以它事实上 这个借券的金额创高 我们只能说因为涨幅已经有一段 然后呢 它的一个 我们讲说期货的多单有这么多 所以它来做一个避险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是比较高 对 所以基本上 大家不要看到借券就想说 啊 以后它要借券卖出 我想应该还不到 说到了外资的避险需求 除了借券 是把股票给借出来 会不会卖还不知道 但是呢 有可能会卖 卖就形成卖压 如果不卖就是避险用嘛 对 以防万一 你知道今天连外资的动作 看卖超 都吻合了圣洁所说的 这个会担心台股来到了8700 8600 涨不太动了 直接上看9000点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因此你看今天的0050 台湾50 外资是二卖的 然后就认为它会跌很重呢 会吗 你看T50反一 它今天也在卖 只是T50反一呢 卖的张数不多是100张 台湾50卖2000多张 那这些都是避险需求咯 对我觉得基本上如果说 按照这样的脉络来看的话 其实感觉上就短线来讲 事实上大家也会看到说 大盘短线好像涨不太上去 对 那外资也是人嘛 他看也觉得说涨不上去 当然这里避险性需求就出来了 但是中线怎么看 这才是重点嘛 那事实上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中线其实最关键在哪里 欧洲股市是很关键你看一下德国指数 德国指数的那一根长红棒 我们讲说突破季线的长红棒 那纵使短线震荡一下怎么样 它是底型完整 对时间拉长就看出跌股 它是底型完整的突破 甚至日经指数也是这个样子 日经指数也是这个样子 甚至美国的道琼指数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短线是有点居高思维 是有点整个所谓的避险性的一个 做避险性的一个价差的应对 但是中线我觉得台股还是要往上看 短线上涨了1500多点 在这儿在福宰城稍微做一个震荡 是这样没错吧 对 好 国际盘的推波助澜 但是说到国际盘 今天早上大家都在秉极等待 终于等到它了 苹果公布上一季的季报 然后也展望本季 就是下一季的成绩单 结果成绩单如何 属方会说 只是股价怎么会这样 苹果是在盘后 就是早上凌晨美股收完盘之后 盘后公布了它的财报数字 一度好激情 开心的不得了 在这儿台北时间 昨天大概晚上7点多 一度大涨3% 这么高 结果开高走低到最后 小红0.61% 盘后是小红的 但开高走低就是个黑K棒了 所以一定是财报当中 有乐观 但是也有比较保守 或者是悲观吧 到底是怎么看 因为它有现在的成绩单 跟未来 属方情况呢 其实它在公布 7到9月的营收数字里面 真的是太棒了 把空方几乎是三正出局 三好球直接打出来 你知道吗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营收的数字 市场来讲的话 很乐观的预估 你的营收数字里面来讲 预估是510亿美元到515亿 就没想到直接高标 515亿 没话讲 漂亮 漂亮嘛 又投出一个好球 对不对 那销售量呢 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持平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的预估是4800万支 到4900万支 它公布出来只有低标 4800万支 这个不理想 不理想 因为市场上面普遍的预估是4872万支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它是略为不如意其 那又一个好球在来至于哪里 这个毛利 其实我看到苹果的毛利 我真的替我们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 非常的担忧 为什么呢 因为在第三季的时候 美元是大幅的升值 我们台币是大幅的贬值 就新市场国家货币 它的毛利居然比以往更高 来到了39.9 比市场预估最高标的39.5 还来得更棒 因为它卖给我们特别贵啊 我们扁了两块钱啊 所以赚更大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它的售价以美元来看 一毛都没升 它是来自于自己本身货币的问题 它的单价 它的定价 它是以美元定价 所以你转换成台币 你变成变贵了 但是它的定价是没有多一毛钱 它没有多一毛钱 所以它毛利上面这么的高 实在是非常的一个漂亮 又投出良好球 最后它直接把空方三镇出局 开高3% 为什么呢 EPS预估是1.88元 就出来是1.96美元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 但是关于这个 刚刚属方你也说了 那个手机的定价 以美元做定价 对 Apple它是没有做改变的 就差不多跟网传的价格差不多 那请问它的毛利率拉高 快要40 跟EPS呢 这个比预期来得好 它主要的贡献度是来自于哪里 是压榨供应链的毛利率压低吗 到底来自于哪里 那第一个部分里面当然是来自于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们讲到了一个重点 也就是瑞涵现在谈到的一个重点 它的一个部分里面应该是相关的供应链 它扩大供应链 不是只有单独的一家供应商 第二第三供应链 让它更便宜 成本降低 大家都去抢单 它造就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配合到整个一个苹果 它现在里面它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方向 它有一所改变 软体还有所谓的Apple的一些的程式上面 它都这个部分里面有配合它的收入上面的一个提高 像刚刚来讲的话 我们帅哥谈到的同亨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它的股价呢 它是低档上面反弹 我们等一下里面再看下一张字卡 我就跟大家解读 为什么会有这个一个原因 第一件事情里面我们先来看看 它在整个一个7到9月 它的销售数字 iPhone成长嘛 不错哦 对不对 那Mac的部分里面也不错哦 也是月 应该QOQG跟年同步的成长 但是iPad呢 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在目前来讲的话 iPad节节的下滑 Mac呢是笔电桌上型的 它那个Pro级的开起来真的很酷 那iPad呢是平板 所以平板根本就是在走下坡 可是意外的笔电竟然可以 哇 跟上一季做比较成长了一成九 为什么Mac可以卖得那么好啊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现在来看 很多人里面 尤其是你在看大陆的一些的影集 它的桌上型的电脑 好大一个立在那边 后面都是苹果 所以因为苹果它是有果粉的 大家都看到这个部分 那它当然放在家里面来讲话 就是一台漂漂亮亮桌上型电脑在那边 淑芳啊 不要讲大陆影集 我光看我们国内啊 国内不是有拍一些的偶像剧吗 十部偶像剧 我告诉你六部 五到六部 全部都是Mac 苹果也没叫你自入 它就给它拿苹果的这个笔电 其实在美国的影集 苹果是有做自入的 它是有做自入 它只是在我们这些新兴市场国家里面没有 在中国大陆也有做自入的 它重点来自于哪里你要看到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我iPhone的销售成长 但是我的iPhone打到了mini的iPad 对不对 那我现在里面来讲iPad Pro 我可能又会打到一般在之前的iPad 所以它就是不断的用新的产品 打到了旧的一个产品 它产生上面的一个问题 手机放大版 打到了平板的缩小版 对就是这样不断的打来打去 那你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你的iPad Pro 会不会打到Mac 大家也这样担心 有可能会打到 不是不可能 所以在这时间点大家就比较担心 所以这一张字卡上面 我们要看真正重要的 也就是中国大陆 库克非常的骄傲说 我的年成长高达99% 我的营收是125亿美元 可是重点在于哪里呢 你知道这个数字上面 表面上面看起来成长99% 年成长很棒对不对 我告诉你 它其实是不如预期 为什么 我要先跟大家讲 因为它们你要跟 中国大陆销售的一个数字上面 跟前一季的iPhone比 我刚才讲125亿美元 它的上一季是132亿美元 在中国大陆里面 我可能还有10倍的好光景 为什么还有10倍的好光景呢 因为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 那中产阶级都会用我的品牌 我的iPhone 所以我认为我未来里面看好新兴市场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它也讲到一个重点 我刚才为什么说 同亨在最近 它除了在低档 它其实不是高位阶 它是低档转强 法人买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一句话 上季的Enjoy的一个客户上面 用户上面 有30%转到了我的苹果 那你知道Google Enjoy是用Google的嘛 对对对 那你是不是有Google Pay 那你现在30%转到我这边 那我这边就可以多30%的Apple Pay了 没错 对啊所以在最近里面就是这个情形 关于这一点我倒是很疑惑 因为我也是飞瓶阵营的安卓系统 有时候用宏达电 有时候用Samsung手机这些 不等了 但是都是安卓系统 只是我觉得很纳闷 因为我也还没换苹果呢 圣姐啊宇哥回来就我问看看 为什么上一季的安卓用户 你会变心啊 而且呢 10个里面就有3个变心 这比例不算低耶 创历史新高 这也是库克哦 这个值得骄傲的 他对外 颜昂得意对外说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进广告回来之后 整件事情继续追 还追到了我们的台积电 台积电 现在张忠谋跟库克在谈生意的时候 我们握有主导权 什么意思呢 我倒觉得有那么容易吗 刚刚看到鼠方姐那张字卡 因为我本身也是非评阵营的 安卓 Google提下的这个安卓 可是呢 真的你如果是安卓阵营的话 它有自己的注意系统啦 平台啦 所以你马上换到了苹果iOS 其实是有点小不习惯的 坦白讲 我到现在还没变心 我是安卓阵营的 但是呢 库克就说 这一次在苹果的财报当中 安卓阵营的用户转换率 是达到三成 历史新高 就是大家变心了 换成苹果了 结果呢 我刚刚私下问了宇哥 我之前就怀疑他变心 宇哥啊 有 你不是6S变心 你是6就变心了 不是6 我上一代用是4 真的啊 苹果4 然后中间 中间我换成宏达电的 这个蝴蝶机 那你看多久了 三年前的事情 你这不专情耶 我已经够专情了 其实把大家当工程师一样 你可以去自己去设定一些东西 可是苹果它办很人性化的一个界面安排 所以真的要用 其实苹果是比安卓好用 你边讲我的耳机复控 都是苹果拍子说 对对是真的 然后第二个事情 因为安卓系统里面搭配了很多其他的嘛 宏达电啦 三星啦 对不对 可是这次宏达电A9推出来也不错啊 你怎么会不变心再变到A9 问题宏达电才刚刚推出一个礼拜不到啊 苹果iPhone最新推出了6去年9月份 对对 你知道吸了多少的目光啊 对不对 连我这个没有特别 中立立场我都被吸引过去去买了一支 你是在那个飞瓶阵营的空窗期 宏达电的空窗期 跳到了变性到苹果去就对了 但是我持平而论 苹果系统真的是比安卓系统更好用 所以你不会再变性了 要看状况 OK 刚刚宇哥在讲的时候圣洁蒙点头 您是 我本来大概很久以前是用HTC的 那之后换了就换成苹果 那换了苹果就决定不用再换 你就没有再换回来 对 因为其实苹果刚刚宇哥讲很多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它几乎很少需要当机的状况 就很少当机 就是说你开机 像之前用的很多系统 其实有时候难免要重新再开机一次 它大概很少 表示说是它的软体做得非常好 我用他牌的系统 它会自己这样 自己关机 而且苹果手机中毒的机率 比安卓系统中毒的机率要少 非常非常非常多 难怪你们会爱上 因为它是封闭系统的 对对对 它是封闭系统的 它没有办法随便去接 所以它是只能在网路上 上抓一些资料 所以基本上它 我觉得它资安也做得蛮好的 对对对 所以整个使用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还不错 这也是库克当时在推6S当中 最想达到的成绩单对不对 对 所以它才会要用绑装的方式 以后你每一个月付我一点点钱 以后就有新的iPhone 就是不要让你去变新 他就讲给中间那两位听的 其实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我个人认为 无论它在这个时间点看新市场 国家的一个市场上面是如何 股价越低 原来是它把一个打者三振出局之后 马上四坏球保送人家上雷 所以它的稳定度真的不够 所以四坏球是 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如何的一个四坏球 来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情 它看10月到12月份的营收 它的预估值是755亿到775亿 那这个部分你就取中间值叫做765亿 可是当地的分析师认为是多少呢 771亿啊 那也就是说你的高标跟我预估的771亿 没什么有效呢 跟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美国跟台湾的那个季度不太一样 对 所以它这个 鼠方姐的这张字卡 苹果展望保守 其实是本季 也就是第四季对不对 应该就是10到12月份 对嘛 10到12月份 未来的一个后市 对 那它这个部分你说 可是我QOQ很好啊 这是费位啊 因为你的手机是9月开始卖啊 对 那所以你10月11月 12月正在高峰期啊 所以你QOQ是既成长 适成 那按次你要看后面这个数字 那你不是说你很好吗 你不是说你卖得很棒吗 比iPhone 6卖得更好吗 可是iPhone 6你来看 同期里面来讲 你几乎是 个位数字 年增才1.3 那可见的6S 它的成长跟乐观预期 没有6 没有那个6比6好到哪里去就对了 你的成长性 你冲得很快 但是你后面冲不动了啦 冲不动了 就后季没什么力了 因为你已经把整个以前 在整个10月到12月份 是把中国列在 整个这一季里面的营修 可是你现在是列在9月就开始了 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有差了 因为这次的6S是中国大陆是首发国 所以前面就看得到了 那你看好中国大陆里面这么的好 它从9月就开始卖 你卖到未来明年的1到3月吗 你不是挂掉了 那中国大陆那些人不会一直在买吗 买个10 C 12 大家不用把3C的产品看得这么厉害 3C产品永远是刚出来的时候卖最好 然后越卖越差 薯方是果粉 你问他6 他会不会换6S最准 其实我先跟大家讲 其实我任何的手机都有 不管是Enjoy的 不管是HTC 不管苹果 每一支手机我都有 所以你是那个博爱型的就对了 其实有时候手机里面来讲的话 有时候我们是 我们跟一般的消费者不一样 我们要试用 要研究 那你换了没 刚刚宇哥会很好奇 我出门一定是拿苹果 不是 6S你会不会买 我不会换 还没换 我不会换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对玫瑰金没有意愿 因为我觉得它不好配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不 不好配色啊 衣服跟衣服什么 其实我有看到实体嘛 那第二件事情里面 如果不换玫瑰金 我换了 你怎么知道 我薯方我换了 这就是重点了 我们是崇尚飞行的 我如果不是最飞行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拿呢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 我再跟大家讲 你看他去年同期 实际的销售数字是745.99亿 等于746亿 那你哪有成长 你讲的一头拉股 好的不得了 你根本就没有成长嘛 这是不是投出了坏球 对不对 然后你再过来 你的毛利率里面来讲的话 在整个一个 7到9月是39.9 那是好到不行 记得记得 你的那个获利的数字上面 是2.82到3块一毛钱 你去年里面毛利没有这么高啊 那你去年也赚了3.06元 你这是急着去倒 这就有问题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获利并没有 因为你的毛利的成长性上面而提高啊 对不对 那市场上面预估是多少 3.17呢 而且市场这个预估3.17是按照什么来的 按照毛利率是39.5算出来的呢 说到这一点 我真的真的觉得很奇怪 您再把它看仔细 我把它小会整 照常理来判断 苹果往后看 就是因为往后看之后 存在刚刚鼠方提到的很多的矛盾 大家才觉得 奇怪奇怪 那问题呢 库哥你怎么没给我答案 你看这最后一行字 毛利率拉高到市场 毛利率拉高 照常理来说你是越赚越多 既然越赚越多的本季 第四季 你为什么平均下来的EPS呢 竟然是2.82到3块一 比市场预估的3.17 其实还要来的第一点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盛姐你觉得 他的第四季苹果的钱 现金可能是花到哪里去呢 基本上如果说你毛利是走高的 当然你要知道 这个还要扣一个叫什么 营业费用 营业费用的部分 就包括了员工啦 成本啦 可是去年同期也是有啊 你刚才说营业费用也是要吗 瑞兰讲那个重点 我带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让盛姐先讲完 因为他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讲说毛利率是营业成本的项目 那另外还有是营业费用 那营业费用一般来讲 我们这都是合理的想说 可能在苹果它在第四季 不知道有哪一个部分 它可能费用率有比较高 我猜一下好不好 因为你有些的费用 maybe是花在我未来的 再开发再期待的新产品 因为Apple Car提出来了 对 苹果智慧车啦 无人车啦这些等等 还有一个这个Apple TV 也是现在用力在推的 所以这些都要人质成本的支出 对 所以我非常赞成事实上像瑞涵讲的 就是说事实上你看到苹果 它现在已经不是只有手机而已 它要做车子 然后做智慧家庭等等 那这些东西其实 它要相关的费用要提高的 所以有可能是这块 因为去年 刚刚事实上鼠方也讲嘛 去年好像也是一样这样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 苹果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所以相形之下 它的费用应该会被提高 高科大科在蒙点头 所以你也认同是吗 本来就是啊 因为苹果除了说智慧手机之外 你看到Apple Watch 看到Apple TV 还有甚至汽车 它成本值 看起来刚才那些费用 我们看到在苹果这一次最新的 等于上一届财务报表上面 其实费用并没有大幅度增加 可是有一点很让我吊诡就是 它前年 就是统一季9月份的一个费用报表上面 现金跟约张现金是142亿新台币 就是我们推出iPhone 6的那个季度 它刚开始推出 那它的手上现金是几乎是 历年来单季最高的 142亿美金 142亿美金 那刚才鼠方立了这么多的数字上来 看起来好像是不错对不对 对对对 说即便是没有比去年大部分的增加 但是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我跟各位讲 它手中在现金只掉到138亿 现金竟然减少 所以钱有花在它想要花的地方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从它的财报 最新的财报上面看不出来 我们只看到说 它的现金的数字来讲的话 是剧烈掉下来 所以股价才会开高走低 因为往后看 发现到很多的问题 他没有解释清楚了 对我再跟大家讲到一个重点 刚刚谈到了Apple TV 对对 它的营收在整个一个第四季 跟去年同期几乎是持平 没有成长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你现在看到的一个第四季的预估营收 是Apple TV在第四季 在这个礼拜已经在卖了 它居然多了这项的产品 但是营收数字没有 叫去年同期成长 那你的iPhone 你未来的预估销售量到底多少 我懂了 也就是Apple TV推出来 竟然数字还没拉高 TV你的销售情况呢 一 第二个 总数还成长不太多 或者是下滑 那你的Phone呢 你的iPhone呢 是不是也跟着成长未如预期 后继越来越没力了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部分我才会说 你三振了一个空方 但是你又把空方饱受上垒 就是有四坏球 产生在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性 也就是10月到12月的展望性 那现在重点来了 你的任何的新的一个手机 你最多就是卖一个季度嘛 对对 那你现在里面 你明年呢 明年怎么办 你明年里面来讲 目前整个大家就认为 你高元期就过去了 你可能明年的1月到3月 你可能会衰退 那不是说iPhone7 iPhone7不会在明年第一季啊 哪有可能 我今年9月才出来明年第一季 你最快要到明年第三季嘛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大家要注意 可是它的好是好在哪里 我至少没有衰退吧 我至少还是在高元期嘛 但是大家知道 股票的投资里面 是在乎成长性的 所以当你面对是一个高元期 你没有办法成长的时候 你就变成叫什么 你价值投资 所以它盘后也没有跌啊 所以就变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就叫做 可以放长的 这叫好听 难听叫做 它就是不动叫做大牛股啦 所以以前的周K角度来看苹果好不好 以前的苹果呢 是飙涨创历史新高 那如果变价值投资 那就是大牛股喔 以后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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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买怎么不动啊 是这样吗 我们进广告好吧 我可好奇了 苹果怎么表现 牵动我们的苹果派 台积电为什么能够握游 居上风的主导 真的是如此吗 网友又给我什么大独家呢 有两个 还有一个重点 回来继续探究 有喔 台股救台湾 姑且不论喔 这个苹果接下来会不会走得很牛皮 不太动 我待会还会再追问喔 还记不记得第一段 魁果大哥带到了大盘 您说大盘再补充一句话 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 接下来的大盘是进入一个乡情震荡几率比较大 你看吧 就是不太动 在这儿求个吻字 今天的外资买卖完全吻合了 前几天 前两天不看到了金融期正价差吗 今天金融期没有正价差 翻成了逆价差 结果呢 今天的外资买卖金融股都一样 都是六档 而且呢 同买的苹果派 这么一回等 我们看一下苹果派好不好 苹果派就在苹果股价开高走低之后 苹果派下跌居多 苹果的股价未来会不会真的走不太动 变成长线的价值型投资 这个我要问之外 宇哥 工号时间我听到在聊 听说这一次的他的财报当中 还公布了他的资本支出 结果呢 我们刚刚在聊这个投资支出 有没有 就是这个资本支出的部分 我跟各位再报告数据 去年第三季同一期 他的投资资本支出现金流出 337亿美金 371 337 337亿美金 今年同一期只有225亿 资本支出下滑 而且他等于说他的投资资本支出 他是减少的嘛 那你手中的现金只有138 比去年142还少 鼠方啊 那以后呢 苹果的股价会不会变得很牛很平 那我们苹果派就没啥表现了 是这样吗 短期是如此啦 除非在未来里面他新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Apple TV 他卖得很好 或是Apple Car 他卖得很好 那这个部分里面当然有可能 但是如果纯粹以iPhone 他进入高元期来看这个股价的话 他应该就是一个价值投资的标的而已 对 那我们的苹果派 对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苹果派 苹果派在最近里面 其实呢 他在之前台北股是怎么涨 他们都没份 他们在最近里面 有些的个股上面已经开始突破颈线 这个叫底型确立 对 那其实他们都是在之前的主底 其实同亨今天强 大家看他之前多可怜啊 他其实就是补涨 现在在整个法轮有买的 大概有这三档 一个是FGIS 6456的夜城 一个是FTPK 一个是同亨 那个GIS夜城就是宏凯集团下的啦 对 我们讲我们就说 他的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跟这一次全新的触控感觉 是有关系的嘛 那也就是说我今年不酷 不管你iPhone 6跟iPhone 6S 到底卖得怎么样 但是这个东西是全新的 所以他们在这边里面 琢磨是比较多 那区间相形 对 压力触控 压力感测触控 那因为我之前是没有的嘛 iPhone 6是没有的 我iPhone 6S有 那不管怎么样 你们说的 就是卖得还不错啊 也没有衰退 所以这些个股的营修 是比去年是成长 我补充一下 那个因为iPhone 6S 我拿Plus 就去那个Studio Edge 串一下 结果那个压力感测触控 你知道它有多特别吗 也就是你把它 手机拿过来 然后本来萤幕上面 不是都会有图案吗 我刚好测试了那个 就拿过来看的那个 刚好是金鱼的尾巴 结果我稍微压了一下 用点力 尾巴白尾耶 蝴蝶飞舞耶 那我感觉其实就是不一样 然后就可以滑了一下就开机了 所以这一次其实那个压力感测触控 其实带来很多的新鲜感 对 因为它是从Apple Watch里面出来的 它是一个全新的 那就代表全新的东西就可以带来营收的成长性 所以这三档个股是法人比较有琢磨 所以它叫突破颈线 突破颈线不代表一定要涨 它有可能突破颈线要压回回侧颈线 但是至少代表我底型确立了 我破底的几率里面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你有这几档 那是比较安全的 那再过来就是区间相形 区间相形就是上去会下来 下来会上去 譬如说软板的个股里面 像真顶 像鸿海 像整个一个金属机壳的可乘 跟PA的红杰克 你看是不是区间相形 上去会下来 下来会上去 那尤其是鸿海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借券里面 它是占比重非常高的 那更重要的是 大家怎么发觉鸿海的图形像什么 如果你把它的还原全息中 它图形是最像苹果股价的一档 真的 我们先看图形好不好 这次鸿海还权之后 鸿海还没有填息 前面的缺口还没有完全填息 可是呢 还权之后 鸿海长这样 苹果切一下好不好 我们切苹果 时间拉长一点点 就看这一段 就看这一段从最低点上来 像 有一点点 很像 它真的 苹果创高 它就创高 苹果拉回 它就拉回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今天的外资借券 金额超过了111亿元以上 借券鸿海的张数 是第一名 应该说金额第一名 张数最多的是在赵峰金控 那为什么啊 很简单 它在之前里面买超的鸿海 它是非常多张数的 所以它这个部分 就如同刚刚我们的一个圣洁谈到 它这个部分要避险 所以不管你看鸿海 赵峰金 基本上之前都是买超非常多部位的 中华店是不是也是 只有两档比较不适 一个是华硕 一个是大力光 那为什么这两档会排在后面呢 因为大力光 它是贪很多 我基本上而言 我先放在这边里面 我先预备 那华硕的部分 可能是跟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可能有法硕会上面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度 这一点很重要 刚刚属方所提到的 为什么之前 外资买很多 现在要借券来做避险呢 因为买了那么多 手上一堕落的股票 可台北股市 涨了1500多点 来到了8600 8700 就担心会回档比较重 那我手上那些股票怎么办呢 借点券来到身上 曾如圣洁所提到的避险 所以现在的借券 比较多的这些的股票 原则上这些只是说是 因为低档买的多了嘛 那上来因为它自己股票已经很多 所以它会有一点担心 所谓的避险性的一个借券 所以并不是说这些标的呢 未来可能就跌得重 我想这个观念是不太一样 除非它真的卖掉了 对 除非它真的借券 然后真的开始卖出 那个又是另当别论 好 那我看一下2317的线图好吗 因为宏凯最近真的也稍微转起来了 然后回往前看 就是它除息的那一个缺口在这 麻烦邮标帮我跑好吗 这个是除息当时的空方缺口 然后如果你来到了下园 89块1 如果有涨到89块1到90块 就可以完成填息 曙芳啊 昨天好像89.1有点点触碰到 那有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填息的任务呢 触碰到就算完成了 这样算了 算 已经算完成了 这在技术面本来就算了 点到就算 那这也就是预告大家 为什么外资借券鸿海会比较多 因为我的骨子都是探到的嘛 白白赚到嘛 因为你已经填了嘛 因为它鸿海不是单纯只有除息 它还有除泉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就可以去印证 刚刚圣洁谈到 有很多是避险 还有我已经放到口袋 我这个骨子都探极耶 我当然可以借出来借券啦 可是刚刚那个缺口 我再把观众朋友的疑惑把它问清楚 如果这个除息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那个下缘 下缘就是我刚刚写的89.1 这是下方 这是缺口 这根棒子的下缘 可是如果以这一天 来看它的收盘价格 它的收盘价是90.6 上上也有这么一说 你应该要收上90.6 收盘价的这一天 才算是完全填息 那我们都只要看这个还看这个 当然就是下缘啦 没有人 或是如果你这样的话 当然有些人说我要看收盘价嘛 收盘价才完成 我刚才说的是 收盘价的完成 这是你本身来讲的话 只有这张按照收盘价人买的人 有没有完成填尖息 但是就技术面而言 它的缺口补了就算 那刚刚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浮标移到去年 它的除填息的一个状况 缺口的产生 您要不要上来一下 因为人家就来讲鸿凯 鸿凯这几年都不填你知道吗 不填大家就失望了 那去年是在这缺口 对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来看 其实如果因为一年里面来讲不准 我们看久一点 其实鸿海基本上 它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大概都会完成 它只有在去年 你看它这边都会完成 然后我希望是能够放大到这里 对比这里 其实我们看那个价格突破 大概就已经是完成了 对啦 我的意思是说 基本上它的图形 为什么说跟大家讲 它基本上点到整个回补缺口 就技术面而言它会拉回 那能不能够完成你刚刚讲的那个动作 刚才就说按照苹果了 苹果的骨架如果能够再向上 它就会向上 我懂鼠方的意思了 也就是呢 刚刚不是有2013年 它是先填了之后 填那个回补到空方缺口嘛 它就往下压技术性拉回 然后随后随着苹果的骨架再创新高 它的骨架就创新高了 现在回到我们鸿海现在 因为呢就缺口论而言 它已经是89.1已经涨上去了 所以它填了这个地方 填的时候就压回嘛 那后续能不能够再往上 它决定全是在苹果的骨架 好 但不要留步哦 所以你的苹果派 我们一口气把它讲完好不好 所以鸿海照这样来说 就等着观察一下 红海苹果表现 我用跟大家讲说 因为这些大概很多投资朋友手上都有 突破颈线的个股叫做安全 它破底的几率比较难 所以你的持股下面如果有跌的话 就不用过度的担心 区间的箱形就是说 我箱形的上缘如果始终突破不了 那我就在区间的上缘里面我先卖 到了下缘我就开始去做买进 那同样的呢 如果跌破下缘 就是前波的低点 你就要卖掉 表示它要走路到下一个箱形 那试图打底的就是观望 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成功啊 你试图打底说你在这边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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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万一破下去就是不成功 打底不成啊 所以基本上而言像这种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弱势个股 弱势个股 红准跟合硕好不好 好可以啊 我们看4938的合硕货 你看它是不是到了 这样子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它这些股票我会比较建议观望的原因是 它虽然低点有电高 但是呢 它的量能上面告诉我 每一次出量都是套劳 没错没错 每一次出量都是套劳 你看量买在这儿 结果呢现在掉下来就套在这儿了 所以这个部分不代表它能不能够守得住 所以你就是观望 而且到目前为止 你说苹果明明盘后也没有大跌 这些的个股 法人还是卖 法人还是卖 那我们再来看看融资 OK 融资 哇 大增 对 也就是说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说台北股市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现在说的 幼多跟幼空同时并进 那幼多的意思就是说 我跌嘛 你觉得这个很好 可是你买进去被套 那就是幼多 你做多的人被套 这就叫幼多 那幼空就是你觉得它不好 你放空它嘎你 这叫幼空 所以这些个股里面 在目前看起来 还是属于幼多格局 弱势 资增是弱势的 那你就不用讲 除非等到法人买进 你再来说 你看资增 然后是弱势的 对 那红准呢 那我们来看2354的红准 你来看它的平台 跟合硕是一模一样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比合硕更弱 对 它一底比一底低 对 合硕还有一底比一底高 整个红准呢 一底 这拉上来对不对 可是呢 是不是比这个更低了 对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要小心 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在一个区间相形 上去你看这个是不是区间相形 上去会下来 那现在就看这边会不会守得住 淑芳啊 红准怎么跟你刚刚讲的红凯那么像 大家把它拉进来一看 它比红凯弱 对啊 这边是除息嘛 就它填了之后就掉下来了 对 所以目标达正 压轨这要有心理准备了 对 填完洗 基本上缺口补完之后都容易压回 懂了 这是在技术面而言 但是问题是在于 你看现在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大家说合硕本益比10倍啊 红准本益比10倍啊 便宜还照叠啊 红海本益比不到10倍啊 为什么不能买 可是问题就是你一路买呢 你看这个融资在哪边上来的 这边就是一路上来 表示你做多 用融资做多的有没有赚钱 没有 你要记住用融资做多 没有赚钱套住 那你就要谨慎 不是一直逢低去做摊平 你等到它转强都来得及嘛 嗯 再来 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部分 叫做强势的个股 一个是F帽0 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有讲过 主要原因是低本益比 你可以发觉到 每一年苹果强势个股都不一样 都在换人做做看 之前是大力光 那你说苹果弱 那4935的F帽0 怎么那么强 它到底是哪个零件呢 它主要是做发光键盘 做发光键盘 但是大家都以为发光键盘 就买发光键盘股 这是错的 因为它的一个所谓的 这些它的一个所谓的零组件 它还有运用到Phoebe 像Apple Watch 还有那个Phoebe的这种穿戴式装置 所以它比较不一样 最主要大家是认为 法人一直买是认为 它是低本益比 目前预估是6块嘛 本益比在10倍左右 那滑通我们再来看 滑通是不是在之前 苹果怕一直跌的时候 它撑在这边 那现在就在这边整理 那我要跟大家讲 它这边有点三角形收斂 这边有个大量 对不对 它开始进行到尾端 量人决定它未来多空的方向 所以这个部分 叫做七行整理的尾端 所以它是高姿态 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部分 最后一类 最后一类 那我想台俊就是很重要的 法术会啊 也就是说在现在里面 我们知道第三 哇 一路增耶 对 骨架呢 不输不赢 对不对 可是法人是卖的 比如说你今天公布第三季的季报 你能不能够优于预期 OK 那这个就很重要 可能后续上面 我相信整个前线百分百会追 但是我只给大家看一档个股 台俊今天召开法说会 对 它第三季的营收获利 同步创历史新高 这个是台俊的好交集今天 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 叫2379的瑞玉 今天的盘中走势图就好了 看盘中走势图 什么意思啊 第三季的获利 叫第二季里面来讲的话 成长65% 快要一倍 开盘跌停啊 然后营收 9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我们说现在 刚刚讲资卷同贞的台北股秀 一定有很多业内跟主力 他们有时候会趁着利多出耶 你完全不晓得耶 所以季报漂亮的 当天也许前面已经涨过了 你不要追 也许是人家借利多卖股票 对 所以你必须要去看 你的会退站 你收比重多少 OK 然后再过来 你的第四季 你能不能够持续比第三季成长 所以刚刚的台俊K 再来一下好不好 因为今天法社会 成绩单大家知道很漂亮 有人知道 有人早就知道 那所以明天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不用急啦 你不用急 那就是说 你可以让他看看 我们刚才说这边有个颈线嘛 颈线突破有时候会一个拉回 如果拉回回撤颈线不破 这叫W底型完成 你再来看他后续嘛 嗯 再来一档 还有一档对不对 台军后面还有一个是台达店 那2308台达店 就是一般投资应该没有了 这个是法人股票 那外资不是把它调高目标价 这都外资股 他刚才调高目标价 不然他班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你那天线都空头排列 你现在最上面 他时间拉长一下 我看一下 他是不是空 真的是空头耶 长期是空头啦 但是如果我们看短期之中 他这个形态学算是长线的低点 算是低 也就是说他在 我刚刚为什么说 台郡啊 台达店 要试图去挑战颈线 因为他距离颈线很接近 只要带量过去 那就是底型确立了 好 这一类型的个股上面 值得大家去做一些的留意 感谢属方了 今天呢 苹果这一题太重要了 它太大 牵动了这个 整个我们台股的精神指标 再包括了苹果派怎么操作 刚刚花点时间了 有些哦 请小心如果是借力多 涨多了 再出货 您千万要记住我们的叮咛哦 不要追 就好像现在大家在聊 啊 苹果好厉害啊 自己的毛利率高达四成啦 五成啦 然后那个供应链好可怜啊 赚的好少 我要说 不是大家都这样的 因为我的粉丝业当中 应该是 沃虎藏龙 其中一位网友 再次感谢您了 提供我一个 应该说两个大赌家 因为他有 亲朋好友 就在台积电的公司上班 保护他 我不能披露他的名字 但他说的内容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透过今天的专家 来告诉我 到底有没有可能 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毕竟是内部传出来的 第一个 i6s 台积电的A9 之前我们看到 好像它的那个晶片A9 比三星来得少 那是因为 库克 就是那个张周萌 不让库克来杀价 所以日后呢 如果 苹果 库克 为了让它的良率 销量 越卖越好 因为大家不会说 你的心脏CPU是谁的 我买台积电的 不买Samsung的 所以会不会 库克为了要 让它销量更拉高 不得不用台积电的晶片 日后的A10 台积电全拿 是这样吗 这是我们想要问的答案 第二个大赌家 这个很重要哦 这很见听到的 台积电高阶制程的封测 都自己做 高阶是重点 跟志月光细品无关 为什么呢 理由是 封测双雄 技术还没有 ready好 他们技术可能还跟不上 台积电自己做封测 是不得已的 这是关键 客户要IC 因为CPU心脏 这个总是要封装嘛 所以呢 这个客户要IC 要封测厂 这些技术呢 封测厂都跟不上来 因此呢 台积电不得已 才要自己高阶的封测 揽来自己做 不是啊 真的一定要 是一个封测厂 来跟志月光 谢品来打拼 两大内幕圣洁 你所掌握到的 因为他们贵公司 有很大的研究团队 请问一下 您觉得两大独家 事实上库克之前 也是对这个媒体 或说这个研究单位 把这个苹果 拆得太透彻了 有点生气 对对对 因为他拆得那么透彻啊 结果让怎么样 让消费者视力抬头 因为大家会测试嘛 就要跑分之后呢 竟然台积电的A9 比那个Samsung 台积电16奈米的A9 比那个Samsung14奈米 他们更高阶的这些 比他们还来得强耶 对 就是说 事实上消费者现在说 买苹果的手机 他会觉得说 我买到如果是台积电的CPU 跟Samsung的CPU 效能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库克也感受到 这个会有一点差异性 所以我们看 那之前台积电 这个是在我们讲说 在A9的部分 大概 这个是蜀方之前有提供过 大概 南瓜接近六成的订单 那这边来看的话 三星大概是四成左右 那目前确定的 A10绝对大幅度往上拉高 我们拿到的讯息面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刚刚那网友所提到的 会不会就是在 纯粹属于 i6s Plus的这一支 这一支台积电的CPU 是比Samsung来的低一点点 所以就是在这个 Plus的这个晶片 可能困难度更高 不让库克来杀架 对不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到这个Plus的比重 真的是比Samsung要低 低一点点 但是我们合理的认为 在A10的部分 其实台积电 非常有机会迎头赶上 因为库克得要摆平 或者是说 让这些消费者能够满意 所以我们讲说 消费者的意识抬头 让A10 台积电的A10 绝对会更上一层楼 而且我们上次还追了 这个库克真聪明 也真厉害 他把那个iPhone 6s 不论是Plus 或一般的这个6s 里面是CPU是台积电的 比较直优的 量率比较高的 来看一下柱状图 大部分都卖给他们 自己的美国人 你看 美国的比重台积电占这么多 这是这个6s Plus更夸张 i6s Plus 你看 好坑的每天都摸 这种感觉 对 这个我们讲说 肥水不落外人前 你从这张图 就感觉上 有点居心叵测 对 赶快进广告了 曾经在苹果i6s 推出来的时候 科技研究员 研究机构说 怎么样也没有料到 一支国际型的品牌手机 苹果的品牌iPhone手机 大家会去注意到 它的CPU品牌是谁的 这是台湾之光 台湾的骄傲 就像人家去买中国大陆的手机 要问他的心脏 是不是脸发科的 现在要买苹果的手机 会问心脏 是不是台积电的 太重要了 所以契约的品牌 有多重要呢 回到香港之后 我们要来追 台湾哦 20大的品牌排行榜 大洗牌 有的品牌强势崛起 有的品牌get out 退步 会被剔除掉 从品牌的上跟下 查觉出来 我们现在国内的产业出现了 趋势大转变哦 它的iPhone手机 越卖越好的话 那么台积电呢 希望也相信 它应该是最大的赢家 可是呢 说到刚刚不是在追吗 飞瓶阵营的安卓 Google下的这个安卓 变形换成了苹果的iOS 我在想 广告时间跟葵葵大哥再聊 葵大哥啊 是 那中国大陆最好啦 中国大陆一堆的小米啦 什么他品牌的一大堆 把他们全部抢过来买iPhone 苹果就卖翻啦 我应该这样讲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的苹果在中国大陆 它的一个企图性 是非常强的 那本身来讲 苹果的产品 它中国人喜欢炫富的 那如果未来经济景气 真的好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苹果在中国大陆 这几年的布局 会让它未来的营收 有一定的成长的力道 这个是不可抹灭的 那我最近特别去观察 苹果的四檔股票 比如说有3008的大力光 跟2330的台积电 还有这所谓的2317的鸿海 跟3474的可乘 2474的可乘 其实我有注意到 这些股票事实上 在前一个阶段 它都已经做了头部 代表说 苹果它冲到一个高峰 大家都一直在担心害怕 后面接不上来这些状况 那所以它股价 就做了一个中线修正 反倒是我特别观察 中国大陆的这一块 在这次首次的一个发售的地方 中国大陆列入里面 它的营收出来是非常亮丽 首发 所以我认为3C产品 当然大家不谈感情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积极 在中国大陆布局 在至少财报上看到已经开花结果 所以我认为 中国大陆这一块市场 将来伴随着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的成长 或是还优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率 我觉得它会为苹果的下一个世纪 或下一代 会奠定很大基础 但反观来讲 如果苹果在中国大陆 销售的不好的时候 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特别的当心 所以葛大哥 我帮库克想好了 以后手机颜色不难 黄金色一定要有 手机只要卖得好 我们里面的新账 台积电 当然期待性就会越来越高 刚刚盛姐追了一半 所以很有可能 他的A9如果在Plus那一款 他没有办法拿更多 是因为不让库克杀架 因为我的质量高 我干嘛让你杀 对不对 所以因为张董市长这样的坚持 事实上我们认为说 在A10 台积电是有机会开花结果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第二个讯息来讲的话 就是讲到这个封装测试的这一块 其实最近也是很热闹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这样的状况 台积电真的是 它其实已经正式跨进来了 对 那我们讲说这个所谓的高阶封装测试 这个叫INFO 就INFO 如果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它会用在A10 它会INFO这个封装的技术 已经要用在A10了 是喔 而且已经是确定了 那这个叫做一个名称 叫整合型散出型的封装 我冒昧问一下 因为我们不太懂科技的新品了 我只知道说 以前的那个晶片 它都是放在一个平面上 现在变成有点3D堆叠式的上去嘛 那如果是3D堆叠式的 它有点点小立体 立体然后功能性又更强了 效能又更高 那封装起来难度很大吗 就很困难就对了 对 第一个它技术层次高 那第二个事实上 就是因为它技术层次高 所以基本上 这个我们讲说 瑞光跟友达 他们也有在做这一块 对 他们叫做所谓的Fin out 但是还没有达到台积电的要求 瑞光跟矽品才是 封测吧 对对对 封装测试 他们也有在做这一块 但是还没有达到台积电 它这样的一个要求 对对对 所以那问题就是说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所以台积电只好出面自己来做 所以没错嘛 所以那个网友给我的答案是正确 对不对 对 太过高就太难了 因为我们讲说 它用在A10的这一块是怎么样 这一块它的成本 可以有效的下降30% 对 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30% 如果把它那个cost down 拉出来的话 顾客要杀价也比较好画 它就少了一层的窄板那一块 少了一层窄板 而且盛景你知道吗 网友还跟我聊 写了一段 一段我们没有把它列出来 他说张宗谋就是台积电 他们如果要把这个单子 比较难的封策 交给日月光细品的话 那可麻烦了 他们还要派人员 台积电要派人员到 日月光或细品去交他们 对 其实有这样的状态 但我知道 事实上日月光细品也很努力在做 对啦 所以他们那个fan out 也是一直在做没有错 那可能自成上面来讲 会慢慢追上来 交是小事啊 弄坏还是大事情啊 你本来平的放是 一个坏掉就坏掉 你堆在一起放 一加全部都坏掉了 而且晶片成本是很贵的 那不行啊 宇哥现在讲的这个 就是讲到重点 因为我的第四点 你看到没有 未来制造跟封装 会绑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 因为它越来越精密了 很容易 这个我们讲会坏掉 那假设好了 我拿给你 然后你封装坏掉 这到底是你封装 算谁的 而且怕说赔不了 因为晶片都好贵啊 对 所以这个未来可能真的 如果到高阶的一个状况来讲 我懂了 制造跟封装可能会绑在一起 要不然整个你说 这个良率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 第三点就写到 刚事实上瑞涵讲的 手机处理器跟记忆体 它现在已经可以堆叠在一起 那这一种就是所谓的 整合型的一个部分 对 也是最新的技术 那如果台积电 把它那个封侧高阶 全部都自己弄 那很赞 以后台积电慢慢的 在上游部分 它该有的 比较难的 自己可以小一条龙做起来了 对 这样感觉上 事实上已经算是 晶圆代工的一条龙了 对 成本更能够掌控 对 成本更能够掌控 而且可能跟客户端那边来讲的话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 好像是也是库克要求的 是啊 对 因为库克说 你这个良率的问题 他到时候 到底是要找你封装的呢 还是找你晶圆代工 对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他必须 台积电台把它绑在一块 那照这样的研判 从张庄某董事长看 未来也可以秀出一些端倪 对 没错 其实张总事长 我觉得他做事 大概都是蛮有远见的 难怪他很自豪说 台积电的最佳CEO就是他自己 我想他这样讲是有道理 那事实上我们看一下说 他对台积电未来展望 他说Q4虽然展望没那么好 但是台积电 人叫同业要来的成长 对自己还是自信度满满 但他这也提到了 明年的展望也会相当不错 请问一下他这边 举的同业指的是英特尔吗 还是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英特尔 今年的资本支出 比台积电还要来的少 对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其实目前我们讲说 在半导体这一块 也是处于怎么样 大家分别各自努力的感觉 所以他同业非常有可能是比 把那个 Samsung 英特尔 Maybit 高通 他们追的快之后 把他们比下来吗 当然他同业 现在他眼里只有两个 一个叫Samsung 一个叫英特尔 所以他觉得说 这两家的成长度 不会来得他好 那台积电绝对是在 这一块里面的翘楚 不要忘了 英特尔投资紫光 中国大陆 对 没错 台积电可以赢过 Samsung在 CPU晶片这一大块 那就是太棒了 那高通其实 高通其实算是 台积电的客户了 大客户 我们回到 盛节的字卡当中 来看大家第二点了 这个 赵宗邦同事长还讲到 他的未来展望 全年世界半导体的成长 大约是零左右 台积电大概 还有一成的成长 明年展望也会相当不错 那请问 全世界是零 它的一成来自于哪里 当然事实上 台积电就是有本事 就是说世界 我刚刚就讲说 半导体的市场 事实上就这么大 对 看谁能够壮大自己 吃到别人的市占率 所以它的成长10% 就是别人的减少10% 漂亮 所以别人的微缩 就变成市占率扩大 对 所以它的敌人是谁 它讲到就是 Intel跟Samsung 所以我们看一下说 台积电 当然大家对台积电展望 我们稍会来看一下 事实上刚刚 就讲到 它10奈米的部分 其实这个是蛮确定 已经追上什么 Intel的部分 没错 它10奈米的技术 2016年有机会 而且非常 很可能性非常高 追过Intel 现在它的10奈米的市场表 是2016年明年 对 明年大概的下半年 开始尝试一下市产 2017年的后年 正式要量产 卖出去赚钱 它的Schedule表 是比Intel来得快 而且Intel自己是延后的 对 而且这个10奈米 大概降低成本有30% 好厉害 所以10奈米跟所谓的1416 不太一样 所以10奈米如果说 Round得好的话 其实对台积电 绝对是很大的加分 这看起来已经有不错的一个现象 第二个我们看的指标是什么 Otira 因为Otira事实上 跟Intel有一些关系 有被并购的关系 Otira曾经大家想说 它的订单会跑到Intel去 目前传出来的是 Otira很有可能 因为Otira本来是台积电 最大的客户之一 它如果说订单在回流的话 我觉得刚刚张董事讲说明年 它能对整个一个展望 那么乐观 一成 我觉得跟Otira订单的回流 是有一定的关联度 太好了 对 那在它这个我们讲说 最近法说会结束之后 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 明年第一季营收 台积电的营收 计增8到10% 那你说台积电现在在反映什么 我个人认为它现在就在反映 库存尾身之后的一个 明年第一季营收的8到10%的成长 消化库存之后的订单的成长 跟越来越多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台积电我们原复估的 今年跟明年的EPS 请你看今年11.58 明年12.12 那这个其实数字上都不错 而且它感觉上 你搭配它这个股价 有那种所谓的高值率率的概念 因为台积电这几年 配息也都算是很大方 那外资 4块多了嘛 4块多 对 都4块多 那你看这外资的买盘 最近有没有慢慢回流 有 以及我们想说半导体BP Ratio值 现在是慢慢有在做一个拉抬 特别是后段的 在后段的 有慢慢在往上扬升 低档要往上扬升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台股未来最大的机会点在哪里 如果说台积电明年持续做一个成长 那就是台股最大的机会点 那你从整个张董事长的谈话 跟它目前我们看得到的 跟这个百分百是独家等等 之前这个鼠方也有提过 那这一些内容看起来 我觉得台积电应该是渐入家境 好 希望台积电今天我稍微更正一下 外资今天是卖的 卖了2310桩 可是长线来看一下K 台积电的K 你会发现到跟刚刚的鸿海 其实有一点点那种大家的期待 除袭的那个缺口往前跑 时间是在6月底7月份的这个地方 这个空方缺口 如果把要完成填袭的话 至少要涨到145块5 盛节现在台积电是在130 140左右 有没有机会填袭呢 我觉得当然是有机会 而且当然说你说台积电今天是卖超 可是你要感受的是什么 它是买多卖少 刚刚那个柱状图是很明显 它这一个波段是买多卖少 没错 没错 当然台积电的股价 它不太可能是小型股一飞冲天 但是我们就它的基本面 长线的架构上来讲 我觉得是会有机会的 我补充一下台积电从过去到现在 全部都填袭 填权填袭从来都没有说失败过 那现在是什么时候会填掉 只是时间长久而已 它从过去这20年来 台积电的除权除息 天权天息没有失败过 好 跟大家最佳分享了 今天从苹果 聊到了台积电的两大独家 握有两张王牌 不愧是张忠谋董事长 接下来这个可有的拼了 什么呢 油价 最近我们在聊油价 很多的观众朋友觉得很赞 因为油价怎么会是变这样 现在已经跌到了50块钱都占不上去 43.2 昨天又大跌了1.77% 然后呢 昨天有那个IA国际能源总署 庆隆还追了 说可能油价在明年 IA说明年油价还会再破底 就在今天 IA说话之后呢 会不会40 30 20平平跌 明年开车是一个大乐趣呢 加油 不用钱 很省钱呢 会这样吗 您不要以为不可能 余哥啊 就在今天吓死人了 美国对外说 他开始要释出他的战备除油 卖油 这么便宜 他说要卖油 他甚至说了 他说要释出战备除油要卖 而且一卖要卖8年 来弥补他们政府所缺的钱 他为什么美国会缺钱呢 第一个 第二个 俄罗斯他不是卖油 来当做国家主要获利来源吗 俄罗斯说如果油价继续跌的话 完蛋了 俄罗斯到了明年 余哥啊 俄罗斯的国家存款 家产家当 花光光了 没钱 破产了俄罗斯 那哪里有这么悲观 俄罗斯有这种疑虑 在此我带来跟各位介绍 烧疼 更糟糕 真的啊 我们先来看 这个第一个重点是 美国为什么持续在卖战备除油吗 过去其实美国是除了中国之外 现在来讲是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用油国 但是本身它阿拉斯加产油 油的韵藏量很多 它藏在地下 它不挖 你懂吗 因为它有个战备 石油的一个考量 就是石油存在我家 我要用的时候我可以挖 我就买你国外的石油 可是为什么最近来讲 美国开始在卖 而且卖了连续好像8年的状况 对不对 第一个 大家讲说 会不会是美国糟糕要倒债 毕竟举债上限 没有办法开门了嘛 对 上次好像有说 它的那个要调高举债上限 不然可能公务人员又要放假了 削减赤字嘛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但是呢 我觉得这第一个可能性 还好 一点点而已 是啊 因为美国赤字不是今天而已 对啊 那第二个理由 我觉得比较客观一点点就是 它的全球的战略石油 战备石油的需求是降下来的 因为随着区域的冲突 这个危机下降 被减 它退出 退兵伊拉克了嘛 所以它的战备石油的一个 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 这第二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理由来讲 是可以是值得追踪的 可是它那么多 战备石油它存很多 而且要卖8年 卖多少桶柱它都讲了 可是40几块卖它不会赔钱吗 那第三个重点来啦 它的战备石油 那成本 我们照理来讲 成本应该是以前的嘛 对对对 以前十几二十几年前 油价一桶二十几块钱 甚至十几块的也有嘛 如果二十几块还赚一倍耶 对啊 天啊 所以它这个卖出去先打谁 打你这个俄罗斯嘛 俄罗斯现在 我美国不出口石油 但是我俄罗斯要不出口石油 当然要啊 对不对 你俄罗斯前一次跟中共眉来眼去的 我先修理你 那我就卖 把这个战备石油卖出去 那俄罗斯就哀哀叫啦 而且你知道吗 油价迪到这儿 俄罗斯已经哀哀叫了 它竟然发生史上第一次的俄罗斯国家 有赤字喔 而且还担心那个 就算基准利率很高 大家钱还是外逃的 还是窜开 离开的 对所以美国它把这个石油 当成制衡俄罗斯工具 但不小心制衡到它的这个中东国家 因为在中东它最大的盟友 是沙烏地阿拉伯啊 所以它不小心也打到它的盟友 可是沙烏地阿拉伯 当时也把那个价格弄得很低 去打美国的页岩油啊 所以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嘛 讲得好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沙烏地阿拉伯 其实它受这个油价这个拖累 那俄罗斯财政部 财长他讲的比较夸张 他说我这储备基金快要用完了 明年烧光啊 但是这是他的石油储备基金啦 不是他所有的钱啦 但基本上这也是很大条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普丁 这个人心急之后 想到最近油价很简单 那个油好像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在叙利亚的地方嘛 那IS嘛 所以它借着这个叙利亚问题 它去支援所谓的叙利亚的反抗军 去轰炸IS IS是恐怖组织 它的目的在于什么 想要去重新去抢得中东市场的话语权 因为叙利亚其实它的油的一个产量来讲 也相当多的 所以它借由这个IS这个部分来讲 它想提高对那个区的控制 其实叙利亚那边就是有一个海湾嘛 就是那个油你把它卖出来 必经的一个海峡海湾那些 对 所以才会成为是大家必争之地了 对 所以市场上就认为说 这个是为了提升油价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没有错 好 那我们在讲说 其实不小心要打到自己的盟国了嘛 那刚才瑞涵也跟大家讲 那沙奥地阿拉伯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美国生产这个低成本的页岩油对不对 你弄到我 那我一定要回头去制衡你嘛 对 而且这些产油国家我跟各位分析 其实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OPEC OPEC只有12个国家是 但全球产油的还有很多国家 对 所以OPEC它们可以形成一个会议 OPEC是商务地阿拉伯主导 其他的产油国像包括了这个美国等等 那些都不是OPEC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们的这个机制来讲是不太一样的 但沙奥地阿拉伯它受油价拖累 过去一年来讲的话 它的外汇储备大失血 照理来讲对不对 我如果不要去饮吃卯粮 我如果说像 沙奥地阿拉伯如果像我们台湾这样子量入为初 我收入少一点我还OK嘛 但问题是沙国一向是豪奢成性的啊 对 记不记得前几天沙奥地阿拉伯的王子 在那个黎巴嫩 走私毒品被抓到啊 沙奥地阿拉伯的王子啊 王子敢走私毒品抓他呀 这不是第一次 过去好几次了 是喔 然后那个沙奥地阿拉伯的国王各位知道吗 在上个月到地中海去度假 一花花4亿美金 超奢华的 一花就是4亿美金 他们那个钱都躺着就可以赚了 因为都地底下的油又不用费劳力 那现在重点来了 油价从去年年初的一个高点 大概差不多120块钱 跌到40几块钱 50块占不上去了 基本上来讲是三分之一了 所以在这个沙奥地阿拉伯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 IMF就讲啊 他说五年之内 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如果你还是像以前这样 原外这样乱花钱 对不起 你可能五年之内 你也败光加产 所以明年俄罗斯加产败光 未来五年 沙奥地阿拉伯加产败光 那油国就是都没加产了 但是还有其他国家 OKOK OPEC还有其他国 但是沙奥地阿拉伯会因此而失去 它OPEC里面的一个所谓 最强大的主导权 没有错 是这样子 所以他眼里要去把这个油价怎么样 去削减油价补贴这些尊杰措施 所以我两个问题 请教一下宇哥 是 已经来到了40多块的油价 我们到底要把哪个位阶 视为油价会不会再破底的关键呢 昨天我问到是40块 不知道您认同吗 第一点 第二个 还记不记得彭董才曾经说过 因为油国之前在一桶120 140赚很多 所以在今年以来 很多的油原基金也投资台北股市 我们列一张表格 这些主权基金 油原基金 反正国际间很有钱的国家 成立一个主权基金 他们大部分投资的 有股票或股票占八成 这些是他们投资的比例 我就怕油原基金到最后缺钱了 卖台股前离开 会不会两大问题 当然会 可是问题是对台股的冲击有 那对韩国 对中国 对日本 甚至对欧洲 有没有 那些问题更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油原基金到时候 它去等于说是 微微就造 就是卖它手中的股票 然后呢 把钱搬回去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我跟各位讲 很吊诡的事情 大家都在谈 油价会不会破底 我跟各位讲 我认为我个人看法 油价今年是谷底 明年会反弹 因为我不认为 沙特拉伯这些欧佩尔 它会做事油价 持续破底 对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 台数集团的掌门人 毛文渊 他是不是 上个月的时候 他不是很开心说 油价明年会反弹 他很自信的笑 各位你去看台数实化股价 最近集团都涨起来了 台数实化股价 已经超过他在万点时候的股价 台数实化哦 对 超过万点的相对位置 所以这一点 我是障恶金刚摸不着头绪 所以我认为 从整个国际角度看 我觉得油价今年会是一个低点 明年这个低点来讲 能不能再看到 我觉得反而还存着一个疑问 宇哥我投你一票 因为我觉得这些油果也不敢 让油价一直跌让 让国家破产 它怎么办 他们都很聪明的 明年油价会怎么样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进广告咯 现在国内 要关心我们国内了 企业大洗牌 谁上谁下 我们的经济产业趋势大转变 不能不知道哦 排行榜出炉 结果有人上有人下 好的 我们先请盛姐来追哦 透过刺卡 我快速做报告 前20大品牌 有新兵入榜了 联发科 新进榜第九名下一张 第二个新进榜的 克里提娜 这应该是指销吧 新进榜 那还有进步的呢 进步的字卡 快速秀过了 我们还有进步的是 这一些跟去年做比较 所以从这些往上的 往前挤的 甚至你读出什么样的信号 OK 的确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整个一个品牌的一个 心目 可以看到整个产业的趋势 那事实上 你常从刚刚那张字卡 就说排名前20名的 你会发现说 这一些公司啊 第一个 当然它的新进榜像联发科 你就感到 哎呦 蛮厉害的 因为基本上联发科 大家都不知道说 原来它也开始怎么样 开始有做品牌 对 而且它去年才叫做什么 品牌元年 结果今年 就竟然缴出成绩了 它在中国当中 其实大家都认它的晶片 去买手机 对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 像趋势科技啊 旺旺啊 甚至像什么85度C等等 其实这一些 大家是比较耳熟能详 而且 其实你看一下 有时候股价 品牌跟股价有点关联度 我们讲说 第一名的华硕一定要来讲一下 你说华硕有这么厉害吗 名字取得好 为什么呢 它说 华硕品质啊 肩若磐石 这个广告啦 但是它 这句话是真的耶 而且 它不是出自华人的嘴巴 是一个据说啊 是在一个展场上面 一个阿兜阿讲的 阿兜阿讲 因为它的原文是这样啦 You are quality solid as a rock 硬得像一个石头这样 很硬的 那我不知道 是不是它把华硕的那个 那个 我们讲说笔电还是什么 拿来做什么动作啊 它觉得说 做的品质 真的非常好 这句话常听到 还不知道 原来是来自于阿兜阿所出来的 对 所以它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语词 一讲就很响亮 大家觉得说 哇 你真的是品质真的是超好 那它取名华硕也是这样 判成为什么 华人之硕 那硕当然就是好的意思 大雅 硕大硕大 而且事实上它这个ASUS 这个有时候人家讲台语可能比较不好 但是它是源自什么 希腊神话的天马 天马 它代表什么 圣洁啦 跟我插一个字啦 纯真啦 还有完美的化身 所以 其实ASUS 当然大家可能对它 只知道这个是一个品牌 但是它也是取自这个希腊神话 那重点就是说 它的品牌的加分了 你看 我们讲说笔电好了啦 所有的笔电里面 只有华硕的股价 真的是坚若磐石 我们看一下股价 对 它因为它的品牌知名度够 你看它再怎么样 还在三百 三百合作用呢 用周K角度来看 你看第一个股价已经停在300块 第二个如果周K角度时间拉长一点点 它这就是一个上升趋势了 对 刚刚讲说台积电 台积电当然是去买的人都赚钱 为什么 台积电叫做什么 还原全职是创历史新高 你看华硕 华硕 如果你把它还原全职来看 对 它也是来到历史新高这附近 这就是今天呢 特别做这个主题 原来 企业 品牌 凸显 长远来看公司的价值 所以我们的环境经济产业已经在变了 抓住这个 您就将会是winner 赢家 那怎么办 谁是苏家呢 来看被踢出去的 这个本来在榜上 后来不见的 先说退步的 退步 哇 宏达店退步 我就不一一念了 退步一张 退步两张 退步三张 退步的比较多 还有两个被踢出去 王品牛排 王品集团 现在是被踢出去的 请问退步的 又看出什么的警讯呢 对 其实王品 在以前里面来讲 整个一个餐饮业 是植牛耳 No.1的一部分 可是你在最近里面 你发觉到 我以前 譬如说要去吃王品 它的一些 比较顶级的一个餐厅 电话 如果当天要去 都不一定有位置 现在有时候你碰云区 当天会有位置 你就知道 它在中间里面来讲 它的来客数上面 是跟着跟你钱比是有差的 那我来看它的获利 为什么会被踢出去 它的获利是腰斩 我们就以今年的上半年 跟去年的上半年 同期做比较 去年的上半年赚6块多 要求我 今年的上半年只有3块多 这是腰斩 然后不但如此 那你说你整个一个要重整 那你第三季应该要好啦 结果没有想到 整个第三季 还比去年同期衰退了6% 那为什么大家在品牌价值会恶斗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会变负面 大家一下看 代色役被斗垮了 又换了谁谁谁 对不对 你这上面上面都搞不定 那下面的人 当然就搞不定了 大家就一直传道说 你要裁员 我没我没 你要裁员 我没我没 那你到底要不要裁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影响了一些向性力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 它其实在最近 除了我们在一开始知道的 譬如说网品牛排 毅力不咬之外 可是它全新的一些品牌呢 慢咖啡 关店啦 有关店啦 是啊 所以它的很多的 新的一个事业上面来讲 推不出来 推不出来 没有再造高峰 那就造成你的品牌的价值里面来讲 帮很多 而且是你知道吗 更是投资人心中的恨 因为它新挂牌的时候 戴胜利就讲 我都不会卖此股 就没想到现在股价呢 所以这都会影响到一些投资信心 尤其食安问题 这么贵的品牌 结果呢 一些食安的问题 每一次它都几乎有中奖嘛 也会影响到消费信心 所以它品牌就直接被踢出去了 那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就是 在最近股价非常夯的 就可是排名却下降的 就是2498的宏达店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刚刚讲说 苹果高阶智慧手机 就进入高涌期了 那更何况宏达店 在之前的手机呢 它的销售下滑 那获利当然是直直弱嘛 那这个过程之中来讲的话 我们看它的品牌清晰度是不够的 那没有个人的魅力 我这个人讲得更坦白 他说远远看俊男美女啦 但是呢 事实上面都没有性格 那我现在把他的新的手机拿出来跟你讲嘛 远远看就是苹果嘛 对不对 静静看才知道是没有个性的宏达店嘛 所以您说就A9那一支嘛 真的太像苹果了 所以他说那你的清晰度就不够啊 人家远远看一个苹果 就是它的一个品牌的价值 但是你要静静看才知道有HTC 那就是代表你没有个人魅力 才会在外表上面有点模仿 那第二个部分他们讲说 为什么你的品牌名字要下滑 你说你一直在重视CP 没有错 你的这个式的手机A9 卖的比苹果少一万块 你重视CP值 我也认为它CP值很高 但是中国大陆 小米竟然到比你没有CP值吗 更高 对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就是问题 台湾的产业发展趋势 是在B&Low 您一定要察觉到这个敏感度 而就在今天 好几家开了法说会 法说会呢 我们把它列出来自卡 透过了每一家的重点式的 明天一定要避看 麻烦宇哥法说会的重点 以及明天看盘重点一块儿带 先看第一个台郡 台郡的重点在于 他的展望是第四季比第三季 两位数成长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季毛利率比第二季下滑3.2% 记得 第三个重点是 第四季比第三季毛利率成长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法说 三个重点对于台郡 但是台郡今天已经先反应了 我提醒大家 已经先反应了 第二个是联电 联电他所讲的也是三点重要 第一个 保守看第四季 保守看第四季 这是联电 第二个 它的出货来讲的话 第三季比第二季下滑5% ASP也就是平均销售成本 比上一季少了1% 那毛利率比较重要 从第三季的19.6% 它预估未来会下滑到17%到19% 所以这是这个联电的重点 那台大电话比较ASALI 他直接告诉大家 我Q3获利毛利创新高 剩下不要讲 因为我在静默期 这是这三间公司 今天法说会的重要内容 那明天呢 明天更重要 来我们来看看 明天的话会什么样的一个展望 我们来看 第一个 大盘明天来讲的话 是不是要这个摩根结算 是不是要半年线啊 所以避开跟指数有关的股票 大盘面临半年线反压 那上涨套牢区 我们也看到 那再来就是 量缩跌破五日线了 所以就像魁伯伯伯伯伯 刚才讲的 进入到高原整理期 那上位强硬上市 这没话讲 但类股各位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 我们看到生计 但生计来讲 我们刚刚讲过了 生计族群很多 但是尽量不要做追高 第二个 汽车族群今天有两档股票创新高 可以留意 第三个更重要的 大陆内需型的F股 最近股价表现非常强劲 所以这是三大族群 明年可以去注意的 那电子股来讲 就要来看最近陆续公布 第三季财报部分 如何反映到股价身上 国际盘当然要盯着看